下面很顺众生 众生习气很重 你要不随顺他 跟他缘就断掉了 你修得再好 他不愿意接近你 他不想跟你说 那怎么办呢 得顺住他 我们觉得很困难 祝福菩萨没有一个不是很顺众生 众生要造罪业 佛菩萨随顺他就造 造了罪业 当然要得悟道 佛菩萨很有耐心等待 悟道是什么 悟道是消悟业的地方 他在那里消他的悟业 悟业消了之后 他出来他就能接受了 有些人特别喜欢修福 想求佛报 你看佛爷随身他 让他修佛报 佛报修多了 到哪里去了 到天上去了 天人佛报大了 佛爷在那里等待他 等到三善道是消福报的地方 三悟道是消罪孽的地方 统统都要消掉 你的心才清净 清净心才能修福 所以佛家有两句话说 富贵修道难 他说他福报太大了 障碍他修行 平静修道难 他罪孽很深重 罪苦障碍他修道 这不恒顺不行 得有很大的耐心 去等住 等到他的罪福 都消得差不多了 慢慢醒过来了 佛报大了 也迷了 一张重是迷啊 佛报大也迷了 迷而不绝 佛菩萨圣贤 对他是束手无策 只有等待 狠 没有条件 永远要顺着重生 那么特别是在今天这个社会 外国中国 我相信都差不多 工业革命到现在300年 前100年 影响不很大 第二个100年 就有相当深度的影响了 这影响什么 对圣贤的教育 疏忽 不太重视了 在中国这个地区也一样 200年前 中国政府是慈禧太后 执政 慈禧太后 对中国传统文化 鼓声鲜血 不像从前人看得那么重 不重视 满清宫廷里面 从开古 应该是 康熙时候建立的制度 离秦 如是道的专家学者 在宫廷里面教学 上课 帝王带着文武博观来学习 而且康熙学得非常认真 他学得什么 讲完之后 副讲 康熙副讲 让老师 让这些同学们来批评 学得很认真 这些讲义教材 都在寺库里面 寺库里面保存着 我看过少部分 看他们在宫廷里面 讲些什么 怎么讲法 这个制度 一直到咸丰 咸丰死了以后 儿子很小 同志 实际上 是慈禧太后 执政 把这个制度 废除了 不再邀请 学者到宫廷里面 就讲学了 国家大司 怎么办呢 他真的是高明信 嫁疾服乱 慈禧太后 喜欢搞这个 国家大司 都请神 请鬼神 来指导 应该怎么做法 就把他国家 忘掉了 对传统文化 俗获了 国家不重视 人民 也就散漫了 满清完了之后 到今年一百年了 这一百年的时候 不但 做的人没有 连讲的人都没有 所以现在提到 中国传统文化 讲到如是道 一般人都非常陌生 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反而不如外国人 我们接触许多外国人 谈到传统文化 他们都很能懂得一点 在国内 没人懂得了 这不能怪人 谁都不能怪人 这是两三百年历史造成 所以我们都要学佛 佛土横顺住 要顺住他 慢慢地来提醒他